为什么我们要到这里来 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我没有在害怕 我只是在担心你的安全 你看恐怖故事里面经常有这样的桥段 荒郊野岭 光线微弱 在黑暗之中突然冒出一个人影 你快想想办法 我的知觉告诉我 在这里遇见的都不会是普通人 如果被他搭话 说不定会被吃掉 你 你们是谁 旅行者 难道是外国人 不对 没见过这样的打扮 难道说 是 是从那个世界旅行来的 我只是来这里做葬仪 并没有冒犯的意思 不管你们是谁 我们应该无冤无仇 看来只是个吓破胆的普通人 而且怎么好像比我还害怕的样子 嘿嘿 那就轮到我展现清和力了 别害怕 我们不会怕你怎么样的 真的打算得我下手吗 不不不 你别紧张 什么都不用做 放轻松了 放轻松 这意思是 如果不老实点 就要下狠手了吗 别过来 我们无冤无仇 别过来 别过来 喂 说了不会有事的 我应该没有说错话吧 我们快追上去吧 免得他做什么不理智的事 堂主 堂主 有鬼追过来了 哦 别大惊小怪 他们不是鬼 只是普通的客人 对呀 说了不是鬼了 为什么不冷静下来 听我们解释 但是 好像说客人也不太对 哦 不好意思 她是我们这里新来的仪官 名叫老孟 第一次来这边做葬仪 难免会有点疑神疑鬼 葬仪 葬仪 哦 钟离当客亲的那个往生堂 不就是专门做这种工作的吗 嗯 没想到你们还认识钟离呀 那我解释起来也省事多了 我是胡堂 往生堂的当代堂主 具体掌管的 嗯 就是些生离死别的小事 不过 我很喜欢这门生意 往生堂也是老字号了 无论有什么需求 都可以说来听听 就是就是 就算我们有事情要找往生堂 也不会跑到这里来嘛 哎呀 我不是说上门和我谈生意的客人 每个人 在诞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就注定了是我的客人 就算现在不是 迟早都会是的 嗯 嗯 往生堂非常欢迎预定服务 我们是你后顾无忧的最佳选择 不过预定时间还得准一些 否则得多花好多力气呢 要是决定不了 至少也先来和我说一声 不然到时候看见你还活蹦乱跳的 我会很失望哦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个 那个 我究竟要从什么地方开始问 不好意思 堂主是个很特别的人 还是让我来解释吧 我们听说 吴旺坡最近有灵异事件发生 为了平息影响 我们刚刚在这里进行了一场葬仪 葬仪本身很顺利 按照堂主的说法 至少短期之内不会有问题了 往生堂 吴旺坡 葬仪 这三个词放在一起 非常自然嘛 我想不出来有什么解释的必要 倒是你们 无缘无故到吴旺坡来 反倒没有那么正常了 你对正常的理解相当不正常 冒险 哦 我猜 你应该是冒险家协会的成员吧 看来不只是客人 还是罕见的淘旗贵客 淘旗 那又是什么 就是客人的重要度划分 分为胡 桃 竹 木 四级 往往级别越高 往来就越密切 这种分级 就连我都是第一次听说 因为说我今天刚想出来的 没必要这么惊讶吧 你想想看 冒险家天天翻山越岭 探索秘境 经历各种各样的战斗 难免遇到危险和意外 对这样的客人重点照顾 时常关照 对他们也好 对我也好 哎 你也这么说 还以为到这儿来的冒险家 不会有什么避讳呢 哎 对了对了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往生堂最近在和冒险家协会谈生意 有你在中间介绍的话 就方便多了 那我想想 你想要什么 或者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是吗 啊 我们正在找人 可是问了很多人都没有线索 这个我说 连你们问不到的人 我都可以帮你们问的哦 所以来帮我做事是很划算的 我们走吧 伙计们 回离岳港谈生意 为什么已经变成伙计了 又是你 说了 这种合作我们没有兴趣 别着急嘛 你看 你们冒险家协会里面 有深刻同意我的说法的人在 是这样的 上次跟你们谈完 我做了新的方案 追加了相当划算的内容 具体来说 往生堂会优先处理冒险家协会的请求 而且第一批会赠送一百个特制的木盒 还有还有我们支持现场回收服务 业务范围覆盖离岳绝大部分地区 个别休闲地带要追加收费 你可以放心 很便宜 我觉得你完全没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明白 我知道你想讨价还价 不过我们往生堂给出的优惠力度已经很大了 你想想看 出门在外难免遭遇危险 有个词叫未雨绸缪 说的就是这种事吗 从来没听说过 抢先在这种事情上做准备 就算要准备 也是去准备和冒险安全有关的事 请回吧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喂喂 等等 那再打个折怎么样 如果一次满十个人 可以有七折优惠 堂主 可以了可以了 再这样下去 千炎君又要来了 我没理解错的话 他好像在试图推销网生堂的服务 唉 只能先回网生堂了 拒绝死等好事 吃贵的是他们 有什么不愿意面对的 都是迟早的事啊 唉 这样一来 老办法还是要继续用啊 老孟 让你写的广告词写完了吗 啊 不好意思 写了一半 但是 这种奇怪的广告词 真的有用吗 相信我 用处很大 这可是网生堂 代概相传的业务方式 有需要的客人 会到网生堂门前 取下空白的木牌 写上委托内容之后 从门缝塞到堂内 根据牌子上的要求 无论是复告 火化还是葬仪 我都会做到 让客人十分满意 虽说确实有些麻烦 老是跑来跑去的 要是能一次多少几个 不是的 堂主 我不是在问木牌 而是广告词的事 网生堂的生意 应该与时俱进才对 你想啊 网生堂的客人 如果不一直去拓展 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少 拓展 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 自从我当上堂主 为了让网生堂 更加兴旺 我试过很多办法 我试过像其他店家一样 张贴广告 却被千言君 清了个干干净净 后来 我又举办了 网生一日体验会 结果也没人参加 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最后的最后 我发现 还是传统方法最实用 这就是历代堂主的智慧吧 我挨家挨户探访 寻找可能合作的人与组织 就像刚刚找上冒险家协会那样 这种事 我叫它业务拓展 还有个办法 就是在木牌上写广告 品子木牌 购一送一之类的 购 购什么 送什么 嘿嘿 当然是兼顾耐用的 另一个家咯 现在用不着没关系 网生堂出品 品质有保证 不用担心 它会比你先坏掉 好了 老孟 你就继续往木牌上写广告吧 这可直接关系到我们之后的生意啊 可是 我还是觉得 哦 我明白了 你是觉得我们的优惠不够周全 对吧 确实 因为冒险家协会是新客 所以我提供了大量优惠 但对待老顾客 却没有拿出同等的诚意 嗯 不行不行 带我好好研究一番 新来的伙计 麻烦等我一下 不会耽搁太久的 说了不是什么新来的啦 唉 没办法 我们四处看看 等待一下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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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交给你了 就让这个信 往生堂定时大筹宾 够一送一 够二送三 多够多得 呵呵 我很满意 比原来冰冰凉凉的宣传词好多了 一定能打动人心 堂主 做葬仪的组织 一般印象就应该是冰冰凉凉的吧 那就没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了 不行 为什么往生堂需要耳目一新 啊 算了 也好吧 看来他已经放弃抵抗了 好了 我们也该重新出发了 我可不想错过新生意 我们 是在说我们吗 不然还有谁 你看看周围 难道有什么奇怪的人吗 就算有 你也看不见嘛 最后一句可以不用加 很吓人的 嘿嘿 对不起 我开玩笑的 我保证 你们看不见的东西也没有 至少 现在没有 别这么严肃嘛 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只是觉得大家都把死亡想得太可怕了 人们都害怕生离死别 怕的是痛苦与遗憾 为了弥补心中的创伤 擅自为死亡想象出了无数种形态 比如幽灵啦 厉鬼啦 明明都无凭无据 时至今日却变成了无法触及的禁忌话题 如果我也机会这种事 那往生堂都开不下去了吗 哦 怎么样 必想象中要友善和通经达理对吧 和这两个词没什么关系 只能说最后确实没有伤到我们 那你们遇见的已经是相当凶恶的家伙了 怎么说呢 一般的幽灵是没有能力伤害普通人的 往生堂的工作是维护生死的边界 其中就包括纠正普通人对死亡和鬼怪的认知 简单来说 就是让看不到边界的人离他越远越好 所以对普通人来说 最好的状态就是不知道幽灵鬼怪的事 或者认为他们根本不存在 那你就更不应该用诡异的玩笑吓唬别人了 哪有你说的这么恶劣 我只是想让他们快点理解这都只是玩笑嘛 没想到你这么认真 没关系了 只要跟着我 慢慢都会理解的 好了好了 跟上来 准备出发了 等一下 唐主 狼哥的事情别忘记了 狼哥 那是谁 最近在离岳待了这么久 也没听过呢 没什么啦 是老梦之前拜托我的事 小菜一碟 很快就能解决 我们现在要去什么地方 去拜访重要的潜在客户 我来带路 请问你们是 你好 我是网生堂的堂主胡堂 网生堂的人 为什么要找我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想问问你最近身体可好 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身体不舒服可是要紧事 很可能是严重病症的预兆 人在健康的时候 很难想象生命究竟是有多脆弱 所以对这种预兆 往往会不够重视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一切都很好 不用来找我了 再见 为什么生气了 我只是在很真诚地讲健康的重要性啊 但网生堂堂主讲这个 很奇怪吧 你是谁啊 长话短说吧 我现在很忙 你好 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网生堂的业务呢 网生堂 呃 我没有这种需求 不过 你是出来拉客的吗 这种方式是不是太粗暴了 会吗 现在做生意流行的说法 不就是把服务呈现到每一个客人的面前吗 但 有些服务的性质太特殊 应该不能算在 呃 总之 拜托 你去找其他人吧 又失败了 唉 不过 也还好吧 我想问你真的成功过吗 我记得你是网生堂的堂主对吧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需要 没关系 了解一下嘛 我们最近推出了新的优惠活动 俗话说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一个圆满的句号 标志着一段新的旅途的开始 唉 如果再纠缠不清的话 我就要叫千言君来了 别别别 我知道了 你冷静一点 但是 网生堂依然欢迎你的光临哦 你还不准备放弃吗 唉 你们是在安慰我吗 谢谢你们 还是你们最理解我的想法 不 只是不想经历更多的尴尬 业务拓展 嗯 业务拓展 啊 难不成 你们刚刚以为我是在业务拓展 不然呢 难道单纯只是去找麻烦的吗 没有啦 没有啦 业务拓展 咱和冒险家协会谈完之后就结束了 我是来帮老孟找人的 之前提到的狼哥 还记得吗 其实 老孟要找的狼哥 是一个流散在人间的鬼魂 刚刚见的那三个人 是我原本怀疑狼哥会跟随的目标 可是见到他们以后 我都没有感觉到有鬼灵存在的气息 所以随便讲了几句就算了 没有继续纠缠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我还以为你真的有超能力 可以看到有哪些人 身体不太健康 我要这种能力干什么 我又不是医生 难道你在指望网上堂堂主 去治病救人吗 这是隐晦的说法啦 算了 隐晦这种事和你是说不通的吧 总之先回网上堂再说吧 狼哥的事和老孟有很深的关系 老孟 我回来了 很遗憾 还是没找到狼哥 这样啊 那就麻烦了 我们能猜到的地方 算是都找过了一遍了 狼哥到底是谁啊 唉 我还是从头开始解释吧 我的老家就在吴旺坡附近 小时候 我有几个玩得很好的朋友 狼哥就是其中之一 和我关系特别好 形影不理 可是 某一天因为意外 他不幸去世了 我总是忘不了这件事 可能因为我是个特别练就的人吧 所以我现在也经常回吴旺坡看看 但就在前段时间 我从吴旺坡回来之后 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而且每天晚上的梦里 狼哥都会出现 我就觉得 是不是我惊动了他 可能吧 虽然我没有证据 但我怎么都放心不下来 越想越担心 想到海提时代里有人 有可能变成了恶鬼 这种事怎么能接受啊 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加入的往生堂 拜这件事所赐 我也不用给他付宫钱 不过 老孟说的这种事是有可能的 因为确实时不时 就会有鬼灵在现世游荡 但恶鬼什么的 纯粹就是自己吓唬自己了 我自己都没有碰到过 几次恶鬼呢 可是 这也不能证明 狼哥的事没有危险 我真的很不想看到 他去到处害人 你们看 就是这样 如果不能把狼哥 找出来的话 我说什么老孟都听不进去 刚刚我们找的那几个人 同样也是老孟的童年好友 本来以为狼哥 会藏在他们那里 结果又扑了个空 吴望坡附近也找了 以前的朋友也找了 这下线索是彻底断了 抱歉 抱歉 请问你们是 往生堂的人吗 我叫洛成 我最近感觉很不对劲 感觉有什么东西 在盯着我 前几天我和朋友 去吴望坡试胆 回来之后我就病倒了 每天都做噩梦 找医生也诊断不出毛病 我这样 肯定是被诅咒了对吧 被魔神诅咒了 对对对 是的 魔神诅咒 很严重了 你也知道对吧 就是那个 传说中在魔神战争中 死去的魔神 对世间降下的痛苦诅咒 只要无法驱逐这种诅咒 最后就会烧穿五脏 骨肉分离 下场非常凄惨 传说里中了这种诅咒的症状 跟我现在简直是一模一样 吴望坡 诅咒 不对 应该不是诅咒 多半是因为狼哥 停下停下 你们两个都就此打住 别再自说自话了 你才是最喜欢自说自话的人吧 王生堂擅长解决这种鬼怪和魔神的事吧 能不能帮帮我 我还不想死 好啊 没问题 交给我吧 找我是找对人了 不过要解除诅咒 需要一个合适的场地 还要提前做一点准备 新来的 我需要你帮我 跟我一起去吧 那 那我也一起去 你先帮他做一下准备 焚香驱鞋那一套 我教过你的 做完准备工作来找我 等这头忙完 我们再讨论狼哥的事 好吧 只能这样了 那 我们走吧 所以 神神秘秘的 到底要做什么啊 什么都不做 在这儿等着 你不会把什么魔神诅咒的说法当真了吧 那种东西 早就被扑灭了 你也看到那两个人了 一个觉得自己被诅咒 一个觉得挚友变成了恶鬼 都不好好听别人说话 唉 所以我说 普通人什么都不知道才是最好的 为这种事情情绪失控的人 我见得太多了 想让人平静下来 必须让他们看到令人信服的东西 面对相信鬼怪的人 就该当着他们的面消灭鬼怪 这话听起来像哄撒碎小孩的把戏 对啊 如果说恐惧来源于未知的话 因为没有人能保证 把真相告诉无知之人 就能让现状变好而不是变糟 我要将靠近边界的人拉回去 既然是心理作用 就对症下药 当成心理作用来处理好了 倒是有点道理 那 诅咒的是要怎么说 这个嘛 你们听说过夜叉的历史吗 他们曾经和魔神作战 打得眼花缭乱昏天黑地 虽然魔神最后被击败 但他们的怨念久久不散 有怨念化为瘟疫 在普通人之间传播开来 惶恐的人们都以为 那是魔神降下的诅咒 很多人被瘟疫夺去了性命 而这种瘟疫 又以死去的人为瘟床 继续扩散 后来 有人发现了阻止瘟疫扩散的方法 净化空气 焚烧尸海 而第一批开始做这种事的人 就是网生堂最初的创立者了 原来是这样吗 嗯 在那之后又过了许多年 那场瘟疫终于被完全扑灭了 类似的事件 历史上网生堂处理过很多次 最后的结果 都是让黎月的生死 重新回到某种平衡 简而言之 我们就像是看门人 不仅帮普通人看门 也帮不是人的东西看门 所以 诅咒只是心理作用 这我比谁都要清楚 但曾经存在这种事 也是不能告诉普通人的 哼 我们稍微等一等吧 等会儿就用这个地脉证实 演一出好戏 终于来了 我们也刚刚准备好 看 这就是用来曲鞋的特殊装置 可以把诅咒 从你的体内吸引出来 再具象化 不用担心会有危险 因为这边的旅行者 是身经百战的 哦 对啊 我忘记说了 但是无所谓吧 这样真的就没问题了吗 相信堂主吧 虽然人看上去有点奇怪 但他做事是很认真的 喂 怎么能用奇怪来形容我呀 至少也该是天真烂漫 不拘一格吧 总之 速速开工 新来的 去几栋装置 居然真的能把诅咒咒去消化 接招 老实点 这个如何 这刹那将是你的永恒 哎呀 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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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愿不满 讲不通 就打扁了 老实点 这个如何 开锅了开锅了 接招 老实点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诅咒全都被驱散了 对 前所未有的舒畅 是健康的感觉 非常谢谢你 还有这位旅行者 不然 我可能就真的因为诅咒暴毙了 那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了 你被骗了 怎么了 这个东西 一般人接触不到 但其实就是普通的地脉震石了 它很容易吸引怪物过来 那些怪物也根本就不是什么诅咒的具象化 就是真正的怪物 那就奇怪了 明明我什么都没做 你却感觉完全没事了 那说明什么呢 这 这个 难道 其实我没有被诅咒 可是 那我为什么会生病呢 着凉了 吃了化掉的东西 或者自己吓唬自己 都有可能 我倾向最后一种 是我这里的常见病哦 没想到是这样 我也没想到 但 总之还是要谢谢你 道谢就不必了 以后不要这么疑神疑鬼的 我也不是每次都能找到 合适的方法安慰你 人这一辈子这么短 趁着还活着 抓紧时间 好好享受生活 这话怎么听着 有点怪 那 那我先走了 抱歉 给你们签麻烦 看来不是狼哥干的 我稍微安心了一点 可是 只要狼哥没有下落 就不能阻止他乱来 既然这件事已经解决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去找狼哥了 我觉得 应该没这个必要 因为要找的人 已经主动上门来了 狼 狼哥 那 那个 抱歉 打扰你 还有你们了 他就是狼哥 为什么是个小孩子 因为是幽灵嘛 理所当然的 保持着他当年的样子 和狼哥这个名字 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太一样呢 先带他回网声堂再说 接下来 还有不少事要做 事情发展成这样 我已经完全不明白了 这倒是和我想的完全一样 记得我之前说的吗 世上哪有那么多恶鬼 他只是因为某种机缘巧合 从无望坡跑了出来 又因为某种原因回不去了吧 这种解释是不是太牵强了 其实和他说的差不多 切勿质疑我的业务能力 我只是很想知道 我的朋友现在过得好不好 就很想来离岳港看一看 我发誓 我从来没有想做坏事 或者恶作剧的想法 也绝不主动惊吓普通人 前几天 有几个人来无望坡势胆 听说他们都是从离岳港来的 我就跟着其中一个人 一路尾随到了这里 就是那个可怜的落成吧 虽然没有亲眼看到 但是肯定还是感觉到 有人在跟随他 所以才会做噩梦 我 我被发现了吗 不然也不会下成那个样子吧 对啊 结果是胡桃和老孟在到处找你 这个 其实是因为我没有找到他们 我从来没有来过离岳港 然后就在城里迷路了 哦 对 这么说起来 狼哥小时候就分不清楚东南西北 要是我们不带着他 他都不敢自己下山 居然是这么现实的理由 但是鬼怪幽灵好像都会飞吧 只要飞起来不就能找到路了 我 我不敢 太高了 我会很害怕 对对对 是的 小时候就只有他不敢从山上往下看 你果然一点都没变啊 我知道 我不应该主动出现在人的面前 但是离岳港来来往往的人有那么多 我就只能找地方躲起来 直到我被低迈阵势吸引过去 发现了你们 原来你们又变成恶鬼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都说了要相信我的专业派 有没有判断吗 接着只要把这个迷路的孩子送回五望坡 就什么都解决了 不过 他刚刚说是来看朋友的 那就应该不止是我 还有小五 木木 聪子三个人 那 既然如此 为了满足狼哥的心愿 就帮他办一场欢送仪式吧 我和老梦把狼哥送回五望坡 你去找这三个人 更要一件能象征他们的信物 然后来找我吧 都是朋友 直接叫上他们不好吗 或者直接带狼哥去见他们 这 还是不要了吧 我怕吓坏他们 我可不希望普通人都变得疑神疑鬼 不该知道的事 不知道更好 所以 你们获取信物的时候 也务必注意方法哦 我们真的应该按照胡桃的方法来做事吗 但至少含蓄一点 不容易吓到别人吧 你好 你还记得我们吗 你们 抱歉 我真的不需要往生堂的服务 我和老梦从小一起长大 现在还经常聚在一起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去了往生堂 说实话 我觉得那里的堂主 是个很古怪的人 但他可能也有他的理由吧 毕竟现在就他一个人 还有点放不下狼哥的事 他告诉你们狼哥的事了吗 嗯嗯 我们都听说了 那假如说 如果让你选一件信物交给狼哥 你会选什么呢 只是假如 打个比方 绝对不是我们真的要去纪念他 我啊 应该会为他做一道菜吧 他是我们当中最能吃辣的 很喜欢吃辣度加倍的香嫩娇娇鸡 如果你们能帮我找一些绝云娇娇来的话 我就能帮你们做 保证是小时候的味道 他一定会很喜欢的 好 那等我们一下 绝云娇娇在黎月很常见 如果你们能找到 我就能帮你们做 嗯 这样应该就够了 那我就去准备香嫩娇娇鸡了 哎 你们应该还要去找其他人吧 等他们都准备好了 我也会把菜交给你们的 好 知道了 那等会儿见 咦 他是怎么知道的 又是你们 唉 我说了 对网声堂的生意没有兴趣 这次我们是被老孟介绍来的 你们是好朋友吧 嗯 这倒是 说起来 他最近好像是加入了网声堂 唉 这里面的原因 我们这些童年好友 都能猜到八九不离十 还是因为狼哥的事吧 但我知道 劝他是没用的 放下过去 是一个特别痛苦的历程 我也曾经经历过 所以 你们是因为狼哥的事 来找我的吗 好敏锐 明明什么都还没说 因为我也是生意人嘛 要保持对信息的敏感 大家都管我叫木木 说我反应很慢 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 因为这个也吃了不少亏 但总归是练出来了 这个就交给你们吧 这是我们小时候 每人都梦想的豪华玩具箱 但那时候 我们都没什么钱 根本买不起 现在 我的生意发展得不错 这样的箱子 我买了几十个 也算是圆了以前的一个梦 哇 这就是有钱人吗 因为对我来说 这也是对童年 那段回忆的纪念 有了他 才有了今天的我们 对了 既然你们来找了我 应该还要去找 小五和葱子吧 嗯嗯 之前已经见过小五了 现在要去找葱子 哦 葱子的话 我们约好等会儿 在飞云坡的空中通道见面 就在通往码头的阶梯的上方 啊 我还有点小事要处理 处理完了就会过去 哎 原来你们都在这里了呀 聚餐一起叙旧 想想过去的事 是我们保持了很多很多年的习惯 我们的家乡 在一场灾难之后 全都被毁了 没有了能回去的地方 只能把有家乡人的地方 当成是家乡了 啊 我听他们两个人说了 你们是在寻找信物吧 我现在是离岳港的消灯工匠 能够代表我的东西 大概就是消灯了 前几天 我购买了几块品质上乘的 浮生石片 现在就放在码头的仓库 我已经和管理员说过了 能不能麻烦你们再跑一趟 帮我把它取来呢 看来已经不需要解释什么了 我们快去快回吧 辛苦你们了 品质果然非常不错 那请稍等 只剩下最后的一步了 好了 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 我在消灯里面 写上了我们五个人的名字 其实每一年海灯节的时候 我们都会放一盏这样的灯 不管今后的日子变成什么样 我们走上了什么不同的路 只要这个习惯还在 我们就没有变 至于狼哥的事 我们三个已经商量好 不会过问的 但希望 你们如果有机会的话 麻烦转告一下 我们一切都好 而且 曾经说过的话 我们都已经实现了 谢谢你们 我们会转达的 有你们这样的朋友 狼哥一定会很感动的 哦 回来了 比我想的还快 哎 开萌 没有说落嘴吧 我看起来有这么不可靠吗 嘿嘿 开玩笑的 其实没关系 他们愿意拿出信物 就说明他们多少猜到了一些 不过 幽灵和亡魂相关的事 无论发生什么都是奇怪的 同时也是不奇怪的 他们不愿深究 也是因为这一原因吧 要是真敢跟来 那 可就触碰到我的底线咯 维护生死的边界 这是往生堂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嘛 我也会稍微比平时认真一点 原来我们已经是特立了嘛 跨越这种边界也没关系了 那是当然 毕竟你们已经被卷进来了 和老梦一样 不在乎让你们多看点东西 接下来要去的地方 无论看到什么 发生什么 都不要觉得惊讶 那是存在于生死边界的平凡之地 要说特别之处 也就是不为人知而已 千万千万不要大惊小怪哦 否则出来之前 我就得为你们清理记忆了 走吧 听话一点 对大家都好 有 有点吓人 但就像他说的 我们已经被卷进来了 就走到最后吧 哇 这里是什么地方 距离死相当近的地方 但并不是传说中的地狱或者冥府 只是地脉紊乱比较集中的地方 所以放轻松 跟我来就好了 欢送仪式的场地就在前方 这里好像不太安宁 边界既然叫做边界 当然不能随随便便就跨过去 这叫什么来着 仪式感 这个词好像不是这么用的 终于过来了 我还以为我们被困在了诡异的空间里面呢 就是要给人这样的感觉 才能把擅闯者吓跑嘛 之后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古怪的东西了吧 嗯 只需要从前面跳下去 欢迎来到欢送仪式的场地 我们的目的地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了 我知道你们很兴奋 所以游览自由 谈话自由 很快你们就知道 这里也没什么不一样了 你们是客人 抱歉 只是觉得有点意外 看到是胡桃带你们来的 我也就安心了 只是这地方什么都没有 也难做什么招待 我叫兰西 一直在这里等一个人 已经数不清有多长时间了 都说等待很难熬 但如果一直在这里走走看看 和新人旧人聊聊天 也没有什么好着急的 等下去的话 能等到吗 还是等不到呢 不管怎样都好 我是只能等下去了 如果你也有重要的人 最好就不要一直等下去 你是新来的 巧了 我也是 没想到风景这么好 我以为会是黑漆漆 冷冰冰 连方向都分不清的地方呢 能在这里整理心情 再好不过了 可能是我原本 就没抱什么期待吧 哎 说起来 你这几天见到老张了吗 他呀 我记得他说 差不多该放下了 哦 那是好事啊 不知道接下来 他会去什么地方呢 你好奇的话 我们也一起去看看 哈哈哈哈 以后吧 现在我还想多待一待 啊 又是海灯节 又是有一天能真的去看灯就好了 没有灯也可以许啊 我妈妈告诉我的 只要大声喊出来 梦想就会在未来实现 大声喊出来 是不是 有点丢脸 你需要有人帮你起个头 大家都喊了 你就不会害羞了 对对对 那小五 你先来 那那我想 开一家大大的餐馆 有吃不完的饭菜 还有点心 天天都能吃小嫩娇娇鸡 瞧你这出息 你笑我 那你呢 那当然是赚钱 做大生意 赚很多很多钱 有钱了 想干什么干什么 有钱了多开心啊 对啊 有了钱 那个超贵的玩具箱 不也是想买就能买 不仅要买 还一人一个 不 一人好几个 那既然 木木要当大商人 我就没必要赚钱了吧 不行不行 赚钱很辛苦的 别光指望我一个人呢 我以后 想学做名销的 就是好大好大的那个 小灯我也要学 到时候当最好的工匠 对啊 这样我们就不用去离岳港 也可以放小灯过节了 说了这么多 老孟 老孟 狼哥 你们两个呢 我 都消失了 最关键的东西没听到 真怀念哪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 五个人一起过的海灯节吧 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大家都长大了 不知道当时喊出来的这些愿望 真的实现了吗 我们去找了他们三个 把信物都要来了 小五当了大厨 木木成了大商人 聪子也成了销灯工匠 这样啊 这样啊 嗯 当初说的 我们一直都记在心上 当作是无论如何 都要完成的约定 总之 先把这盏灯放起来吧 喂 别不解风情了 他们去救的时候 我们站远一点随便聊聊吧 说我们不解风情 明明你才是最看不懂气氛的人 是吗 只要能达成目标 做什么和怎么做 都是细节问题吧 我之前说过 网生堂一开始做的并不是脏仪 而是类似医生一样的工作 魔神战争时期 尸横遍野 生灵涂炭 传染病四处蔓延 死亡疯狂倾吞我们生者的世界 那时候 网生堂诞生了 以微不足道的人类的身份 花费了漫长的时间 将死亡赶了回去 感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又过了很长时间 黎月港繁荣兴旺 所有人都在追逐 茗玉与摩拉 最后 疯狂的人 触动了死亡的遗产 魔神残渣肆虐人士 具体的就不提了 总之 那是生于极致的自毁 也是死 在尽头的反噬 在那之后 又是很久很久 很久很久 平衡恢复 界限划清 才有了今天你们见到的 黎月港 你们见到的网生堂 还有 我 不能 你的好奇心还真是网上 别忘了我的话 不需要知道的事 不知道更好 能理解多少就看你们了 我更希望你们完全听不懂 网生堂就是做藏仪生意的 仅此而已 这个时代是幸运的 但生与死能像这样和平相处 绝非理所当然 差不多也到时候了 我们走吧 带他们去骑士与安息之地 那是什么地方 就是我们一开始见面的地方 我随便想的名字 不要每句话都追问 狼哥 现在你应该很满足了吧 如果以后再动了什么歪念头 真的变成恶鬼 我可是会不念旧情直接消灭你的 不会的 不会的 你们为我做了这么多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直到大家过得都很好 我也不想打扰他们的生活 我也要谢谢你们 这也算是圆了我的一场梦 那刚刚的话也送给你 老孟 要是在这之后还念念不舍 我就提前一点送你们团聚 不 不会的 不要笑着说这么可怕的事 那么 最后的最后 每人都给狼哥送上一句告别吧 再见了 狼哥 不对不对 不能再见 最多是慢走之类的说法 可不能再见啊 没关系 我安静离开就好了 抱歉啊 只有我们当时喊出来的梦想 没办法实现了 没关系 总会有遗憾的 你就安心上路吧 我会记住大家的 各位再见 走掉了 就像是了结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还是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所以之前没有听到你们两个人的愿望是什么 成家立业之后 两家人一起过海灯街 所以我很羡慕我的朋友们 小五他们都还有机会实现梦想 但是我的梦想 终究是没有机会了 对吗 对吗 而且你这么想 谁都会有被烧掉的一天 活着的时候好好活着 当活着的职责旅行完了 你还能见到你想见的人 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呃 谢谢 总之 我以后应该再也不会回吴王坡了 我也需要好好收拾收拾我的心情 嗯 没关系 那就趁这个机会出去玩玩吧 我准嫁了 哦 当然和现在一样 是没有工钱的 不过 好像是不是忘了一件什么事 带你们去了边界 也是想让你们找找看啊 不过 看你们的反应应该是没找到 可惜可惜 才不可惜呢 我也帮你们找了找 用了些你们不用知道的办法 可惜 我也没找到什么值得追查的东西 之后 我会帮你留意这方面的线索的 一旦有什么消息 会直接来找你 感觉你只是随便说说 嘿嘿 毕竟找活人不是我擅长的事吗 如果让我找的是边界另一边的人 不要再说可怕的话了 放心放心 会帮你们好好找那个活人的 哎呀真是的 什么时候才能听得懂我的玩笑话 我也有我的理由了 理由 今天我们去的地方 能见到的都是对生者世界上有执念的死者 可是在那里 我从来没见过历代堂主 一次都没有 那就说明 成为网上堂的堂主 一定是非常正确 而且绝对不会留下遗憾的事 荣誉骑士 感谢你在百忙中抽空过来 长话短说吧 骑士团现在有一件比较特殊的事 想要拜托你 嗯 近日风波不断 无论是我 还是所有留住蒙德的骑士团成员 都不敢有片刻懈怠 最近我收到了很多骑士团成员的汇报 说劳伦斯家族的人 和愚人众往来密切 愚人众又是他们 不过这个劳伦斯家族 又是什么人 过去的蒙德 曾有一段被旧贵族统治的昏暗时期 从高塔孤王那里夺回的自由 又被套上枷锁 奴隶制大行其道 初代蒲公英骑士 温尼沙引领了革命 推翻了旧贵族的统治 建立了西风骑士团 蒙德这才拥有了现在这番景象 而当年为蒙德带来苦难的旧贵族 就是劳伦斯家族了 我好像听明白了 那现在这帮坏人的后代 又想和玉然中一起做坏事了 目前只是怀疑 还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 我请你们来就是为了调查这件事 因为在过去 旧贵族和骑士团一直相互敌对 骑士团花了很长时间 想方设法化解双方的矛盾 但贵族的那些后代 依然很敌视骑士团 不管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和他们接触 都不会有好结果 还经常会引起他们的过度反应 虽然可以直接用调查的名义上门 但最后如果是冤枉了他们 一定会大大增加他们的不信任感 以前的很多努力 就功亏一篑了 你已经是骑士团 最适合出面的人选了 你大可不必强调这层身份 你从远方旅行到此 并不是这座城的大多数 可以从这个角度与那位贵族找到共同的话题 和他建立起友善的关系之后 应该就能了解到一些关于欲认重的事了 不愧是清团长 考虑的可真知道的 过奖了 这只是在处理外交问题的时候 积攒下来的一些经验而已 那位劳伦斯家族的成员名叫舒伯特 最近他一直在蒙德北边的城墙附近闲逛 据说这个人的性格不太好相处 但是如果平心静气和他交流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谢谢你们的协助 如果遇到什么困难 我也会尽力提供帮助 谁啊 你好 我们是来 你好 怎么了吗 我没听错吧 粗鲁又轻浮 竟然随随便便就走上来打招呼 果然是无知的外来者 连我都不认识 我可是舒伯特劳伦斯 货真价实的贵族后裔 想跟我打招呼 要好好注意你的潜词造句 这样随意又懒散的言语 简直不堪入耳 若是听懂了我的话 你现在就该单膝跪地 谦卑地呈上自我介绍与歉意 这才是符合标准的礼仪 这么复杂的礼仪 完全没有听说过 在那个大家都尊礼重道的时代 这种基础礼仪 可是面见贵族的常识 若在礼仪上怠慢了贵族 至少都是一顿鞭刑 再看看如今的世道 规矩废了 礼仪也忘了 腐坏得不堪入目 你说什么 你这是在质疑旧贵族的尊严 我告诉你 虽然劳伦斯家族现在落寞了 但我等后裔 一直都在寻找重获荣光的机会 周围的人越是散漫 我就越要坚持贵族的优雅与礼貌 毕竟我们从生下来开始 就是全然不同的 别说了 你的言行举止让我厌烦 我与你这样的平民子弟 无话可讲 而且我也没有义务指点你应该怎么讲礼貌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 先走了 这样的人 在秦团长看来 只是不太好相处嘛 我们还是回去找他再商量一下吧 这不是容易其事吗 我刚刚打算去侦查 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 看你的表情 遇上什么不开心的事了吗 秦团长委托我们去办事 结果好像有点搞砸了 不要灰心了 失败是常有的事 我也不能保证每次都找到有用的情报 所以打起精神来嘛 对了 这样吧 我来帮你想想办法 你们到底遇到什么事了 秦团长让我们去和一个人搞好关系 他名叫舒伯特劳伦斯 但我们见到他才发现 他的性格很古怪 根本不好好听人说话 啊 我知道这个人 他一定说你们不懂礼貌吧 我也被指点过好几次 劳伦斯家里的人 都有些奇奇怪怪的讲究 所有人都是这样吗 他们觉得贵族 就要有贵族的矜持嘛 在我看来 能够理解 但总觉得他们不像是这个时代的人 不过 在他们家里有个很特殊的例子 就是我的好伙伴 优拉 伙伙伴 是的 她是劳伦斯家族的人 但同时也是骑士团第四小队的队长 因为优拉是个特别的人嘛 她和家族的其他人都不同 有自己的想法和行动方式 换句话说 就是她没怎么把家里的条条框框放在心上 啊 不过 如何跟劳伦斯家的人打交道 她还是很清楚的 你们只要见她一面 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有点好奇 既然优拉是劳伦斯家的人 为什么秦团长会找我们 而不是直接找这个优拉 这个嘛 就有点一言难尽了 简单来说 因为优拉加入了骑士团 所以她家里的其他人都不太喜欢她 在他们的眼里 优拉就像是投敌的叛徒 但她其实很容易相处 你们只要能把困扰告诉她 她肯定能教会你们怎么和舒伯特打交道的 她早上好像去野外巡逻了 你们应该能在望风山地附近找到她 嗯嗯 谢谢你安博 那我们就去找她啦 嗯 祝你们一切顺利 我也要出发去侦查啦 没想到骑士团还有这样一个人 要学习劳伦斯家的礼 找劳伦斯家的人来学 肯定是最快的吧 啊 这里居然有愚人众 难道优拉是为了他们才来的 不管怎么样 先迎战吧 开锅了开锅了 嘿嘿 呀 你 呀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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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再碰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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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太低了 光板 很火 呃 自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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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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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下手可真快 他们都是我追踪了很长时间的目标 这下子功劳都归你们了 这就是先下手为强吗 可恶 这个仇 我记下了 诶 是啊 我听到这边有很大的动静 连忙赶过来 发现你正在和愚人众战斗 还占据了上风 如果我还不出手 别说是功劳 就连光都占不上了 不过 幸好你没有受伤 和这么多愚人众交战 可是很危险的 虽然没怎么听懂 但你是在关心我们的安危吧 谢谢你 啊 为什么我要关心仇人的安危 可是你刚刚说 幸好你没有受伤 哦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们有人受伤了 我不光是被抢了功劳 还要负责把你们带回蒙德城 那你们就又给我添了一笔麻烦 这个仇就更是结下了 居然是这种解毒方式吗 对啊 没错 果然 我就觉得他怪怪的 虽然 也没有怪到无法交流的程度 上来就点评陌生人怪怪的 不说贵族礼仪 在普通人之间也是很不礼貌的吧 说起来 为什么你们知道我的名字 就是你说的礼仪问题啦 他是西风骑士团的荣誉骑士 我们正想调查一位 名叫舒伯特·拉伦斯的贵族 可是他非常讲究礼仪 完全不愿意和我们说话 我明白了 他是我的叔父 就是这样的人 不过 为什么要调查他呢 原来如此 真是好胆量 当着我的面说我家里人的坏话 这个仇又值得记一笔了 不是啦 这个是秦团长的委托 而且只是怀疑而已 在蒙德城的市民眼里 劳伦斯家族都是坏人嘛 所以因为流言蜚语招致怀疑什么的 一点都不奇怪 嗯 有道理 毕竟以前是残暴的统治者 名声很不好嘛 原来你也是这么想的 那我们这个仇是彻底结下了 明明是你自己先说的 哈哈 有意思有意思 第一次见面就能让我记三次仇 我好久都没有遇到这么有意思的人了 你们来找我 是为了学习劳伦斯家的礼仪 这样才能和我的叔父搭话 对吧 嗯 是安伯介绍我们来找你的 没问题 现在我就可以教你们 总之先回蒙德城吧 有人的地方比较方便训练 两码是两码是 既是代理团长的委托 又是安伯的推荐 我不能不给面子啊 你们终于来了 那么事不宜迟 我们就开始上第一堂礼仪课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还是想先问清楚 不然放心不下来 原来你们还在惦记这件事 说不定你们比我还记仇呢 放心 记仇是记仇 报仇是报仇 现在不是报仇的心情 所以就先记在心里 报仇 居然要看心情 我记下来的仇 早就在心里堆了厚厚一落 就算要复仇 也得讲究一个先来后到吧 真的轮到你们的时候 都不知道过了多久了 那既然都堆了这么多了 之前我们的冒法 不如一笔勾销 那可不行 你想的没 抢我功劳 把我当坏人 怀疑我的叔父 哪件事不值得记仇 没必要太有压力 至少在调查这件事上 我是不会干扰你们的 毕竟有句话叫做 身正不怕影子邪 倘若叔父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 对他进行调查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倘若他真的做了坏事 那受到惩罚也是应该的 这样的解释 你们可以理解了吗 那就行 说回到李一克的话题上 贵族最看重两个方面的礼仪 谈吐和仪态 先从谈吐开始 即便是在种种日常场合 贵族也有很独特的对话方式 哦哦哦 独特的对话方式 我已经学会了 这个仇我记下了 唉 完全不对 而且怪怪的 明明是和你学的 不要说别人怪怪的 这也是你说的 难道你们家族最看重的礼仪 你平时都不遵守的吗 因为很麻烦啊 我给你示范一下你就明白了 就拿和朋友打招呼来举例子吧 咳咳 以拂晓的陈璐向你致以问候 我的挚友 以拂晓的 什么来着 这句话只能在早上遇到朋友的时候说 而且对方的身份 必须和你基本平等 陈璐并不罕见 表达的是有意不应以价值衡量 也蕴含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思 啊不不不 可要小心了 如果用这句话和好朋友打招呼 反而会惹人生气 唉 可是我记得说了 智友 虽然是智友 但这么理解好了 智友这个词在劳伦斯家 只能用在关系不远不近的朋友身上 这是固定搭配 贵族讲究面子 对一般朋友 关系不远不近的朋友 显然没有智友好听 还客气 而你如果对真正的智友只是用智友这个词 对方会觉得你在刻意疏远你们之间的关系 这还只是第一步打招呼呢 打完招呼就应该寒暄了 等等等等 刚刚的就已经很抽象了 要不然还是找几个人 你来为我们示范一下 贵族是怎么交流的 这个 嗯 好吧 那跟我过来吧 我们随便找几个人聊聊看 好 你是劳伦斯家的优拉吧 总觉得没什么好事 咳咳 劳碌之人 何不稍停片刻 可知尊贵的劳伦斯一族亲临此地 有要事相告 请以郑重的贵礼 嗯 然后是什么来着 哦对 与最大的诚意 接受贵族赠予的荣光 嗯 突然说什么没头没尾的话 等等 家训的话 这里应该怎么表现 产生争执时 应将捍卫家族的威名 与尊严放在首位 哦 明白了 咳咳 你身为平民 周日蒙受恩惠而生 理应毕恭毕敬 怎能如此出言不逊 唉 劳伦斯家族的人都这么古怪吗 劳伦斯横行霸道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我不管你想干什么 快走吧 但是我也说了 你们再做什么我都不想管 对劳伦斯家族的人 我无话可说 也给你一个忠告 在蒙德 不要和劳伦斯家族的人走得太近 没其他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再说下去 我怕克制不住 喂 喂 别走啊 唉 可恶 你等着 这个仇我记下了 只是因为劳伦斯的名字 不至于吧 没事没事 这情况我早就想到了 走吧 我们换个人试一试 咳 咳 困顿之人 你当名小尊贵的劳伦斯一族亲临此地 乃是有要事相告 请以重重的贵礼与最大的诚意 接受贵族赠予的荣光 嗯 为什么没反应 礼仪规范里说了要等对方单膝跪地 挺直上身之后 以俯师的姿态说接下来的话 哦 对了 事先不可以在对方身上停留太长时间 借一步凸显地位差距 糟了 好像我已经看了很久了 唉 行吧 感觉不过也没关系 可能有点不方便 那我直接说下去了 哦 等等 这里好像可以说一句无理之人 别再吵我了 需要我说更过分的话吗 我和劳伦斯家的人没什么好说的 唉 又是这种态度吗 也对 他看起来态度很坚决 唱独角戏的话效果应该不会好 我们还是再换个人吧 哦 不过你不愿意搭理我这件事 我记仇了 等着吧 辛苦之人 唉 行了行了 我都听到了 不用白费功夫了 我们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无话可说 真是的 明明都是这样的气氛了 还不明白吗 你先冷静一下 我们没有恶意 唉 虽然我知道他是西风骑士 骑士团应该是不会看走眼的 但劳伦斯这个名字 就是一块治不好的伤疤 又有谁不知道 直到今天 直到今天劳伦斯家族的后裔 还在盘算 重新占领蒙德 将旧贵族的制度带回来呢 不避讳就算了 还故意用家族那别扭的说话方式装模作样 我会觉得 这是不在乎我们普通人的感受 你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这个仇我还是记下了 干 干嘛 要动手 听着啊 我打是打不过你 但我可以找骑士团告状 不好意思啊 但我希望他能理解我的态度 劝你们一句 不想经历更多不愉快的话 就趁早停下来吧 算了 既然这样 就先不跟他计较了 我们走 没关系 这很正常 我们再换个人 等等 我觉得已经够了 先停一停吧 我觉得我应该道歉 不该让你去示范的 我不知道大家对劳伦斯家族 有这么大的意见 没办法 毕竟是家喻户晓的坏人 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那段故事 会对我态度不好也很正常 不用担心 平时看在我是西方骑士的份上 他们都还是愿意和我说两句话的 今天可能是贵族的说话方式 刺激到他们了吧 相信我不是什么大问题 平时也是这样嘛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针对你 没办法 犯了错的人都会是这样的下场 犯错受罚天经地义对吧 那如果犯了大错 无法偿还呢 城市和风市有记忆的 该偿还的债会传承下去 代代相传 如今就到了我的肩上 相比起一身谢罪的家族长辈 至少我有正常生活的资格了 没什么不知足的 结果你还是很干脆地就答应要为我们示范 哦 你们提醒我了 这个仇我也要记下来 之后一起清算 行了 别再深究了 你就当做我喜欢做这样的事就行 不过 刚刚的那些对话 可能没起到什么教学的效果 到头来还是只能找更多的人 不 不用了 他是特别聪明的旅行者 旅途上遇到什么机关都不在话下 刚刚一定已经学到精髓了 是吧 是吧 到时候有样学样 应付一下吧 总之 不要让优拉再和别人争执了 原来如此 学会了就好 那你们已经掌握了一半的精髓了 谈吐封面的讲究 源于贵族的审美 是比较感性的东西 而在仪态上的追求 一遍遍的训练就是不可或缺的了 在这方面 我有很高效的训练方法 你们跟我去龙姬雪山吧 好 好了 贵族的训练这么严苛吗 想要拥有贵族的仪态 就要学会保持自身的优雅 无论是多么恶劣的外部环境 都是这样 比如从这里看过去 你能看到有一段很难走的山路对吧 但如果是一位教养良好的贵族 就能轻松通过 偏夜不沾身 全程保持优雅 这已经不是贵族 是经验丰富的冒险家了吧 不过在这方面 你的经验应该比学贵族说话要丰富 我也是这么想的 应该会很顺利吧 哈哈 看来你们很有信心嘛 那我们开始吧 记住 要保持优雅 可不要被炸飞或者打飞了 那样就太难看了 开转炸飞 开锅了開锅了 冻结吧 这个如何 王板 很活 老实点 热乎热乎嘛 真是即兴在你 不错嘛 比我预想中要好太多了 我差点就被打中了 幸好没有拖后腿 这样我们就是合格的贵族了 那可没有 这才刚刚开始呢 刚刚我们经历的 还是比较简单的情况 在实战中 很难有停下来分析的机会 在前方有一块地脉阵时 会将魔物吸引过来 在激烈的战斗中 冷静迅速地判断形势 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优雅 因为小时候 家里人的要求很高嘛 好了 我们一起过去吧 光板 疼火 自赢 热乎热乎嘛 跑起来 跑起来 接招 开锅了 开锅了 讲不通 就打扁了 自赢 锅吧 吞火 动结吧 这刹那将是你的永恒 老实点 好极了 我都没想到 你的表现会这么优秀 就连在雪山这种环境下 也能动静自若 可能我都做不到你这么好呢 这样的话 感觉我都不需要多交些什么了 早就说了 他在冒险方面是很擅长的 嘿嘿 这下我们就通过了对吧 那我们快离开雪山吧 我快要动僵了 别急 我刚刚夸奖的是他 但是你的表现 完全没有长进 我也是被训练对象嘛 是啊 训练的时候你慌慌张张的 到处乱飘 要不然就是晃来晃去 一点都不优雅 你是不是没有把我教你的东西听进去啊 对对对 还有 我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啊 不管是什么理由 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这个仇我记下了 真是的 这个给你 把它喝了 这是什么 你要对我下毒吗 不是了 是热牛奶 你说你快要冻僵了 那就喝点热热的牛奶 暖暖身子吧 谢谢你 可是你刚才还说记仇 若不是记了你的仇 我才不管你冷不冷呢 要是在我复仇之前 你就冻成冰块了 我不就没法复仇了吗 所以 小家伙 别死哦 咦 果然你这个人怪怪的 只是一报还一报 不值得感谢 好了 我们回蒙德吧 既然礼仪训练都已经完成了 最后一步 就是准备送给我叔父的见面礼 我有个很好的主意 我们去猎路人 拜托一下沙拉吧 是优拉 还有荣誉骑士 你们好啊 又见面了 安伯 我们真是有缘啊 我刚刚从城外回来 正想来练路人吃顿饭 既然你们来了 一起吧 一起吧 好啊 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和你一起吃饭了 来来来 你们也坐吧 见面里的事 我们边吃边说 请问要加什么菜吗 我叔父很喜欢的那一道酱菜煎肉 麻烦你做一份 然后打包吧 等会儿要给它送过去 好的 知道了 不过要从头开始准备 需要花点时间 等会儿来柜台找我拿吧 诶 等等 先别走 这道满足沙拉 也是安伯之前点的吗 哦 不是的 因为看它没点什么素菜 我就送了一份小菜 可以解解腻 明明没有点 你却要擅自送 哼 这个仇我记下来了 这也是要记仇的事吗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我就是这种大爱人呢 好了 你们慢慢聊 我去准备酱菜煎肉了 唉 沙拉这家伙 一定要找机会 跟她算清这笔账 不过 为什么要选酱菜煎肉 当见面礼呢 我都没听过这道菜 因为那是猎路人的 隐藏菜品 只有我叔父那样的老实客 才知道这道菜 很符合旧贵族的口味 但因为酱菜 有股酸酸的味道 有很多人都不喜欢 所以渐渐 就没人愿意点这道菜了 尤拉请我吃过一次 我差点连一口都咽不下去 后来我就叫它 复仇煎肉了 没想到你的口味 和我差这么多嘛 不过 一不小心就报了仇 还是很开心的 那是当然 像她这么招人恨的小姑娘 蒙德城里 自己都找不出几个呢 平时开玩笑没问题 别在荣誉骑士面前这么说了 会被误会的 优拉平时虽然把记仇挂在嘴边 但这只是她的生活方式而已 其实不会往心里去的 会往心里去 会记得很清楚的 你这个人 确实很招人恨啊 我也发现了 优拉其实就是个很单纯的好人 想要表达好意的话 完全没必要这么别扭啊 小家伙 你没像我这样被当成罪人吧 那倒是 那你是不会知道 坏人想要当好人有多难的 我当不了好人 也没有要当好人的想法 好了 别突然严肃起来啊 我开玩笑的 快吃饭吧 不然饭菜就要凉了 好吧好吧 我去找沙拉买单吧 不用 摩拉我都留在盘子下面了 直接去付账的话 沙拉肯定不会收那点小菜的钱 可别小看我复仇的技术 这种破绽是不会让沙拉抓到的 好了 接下来你们就自己去见我的叔父吧 他在清泉镇附近的山上有个小营地 一般没事 他就会待在那里 我以为优拉会跟我们一起去的 这个 稍微有点不方便了 没我在的话 你们应该会更顺利 对了 不要忘记找沙拉拿上打包的菜哦 我也要继续去野外调查啦 下次再见 有机会再见吧 你们真的很有意思 来 酱菜煎肉已经打包好了 要趁热吃才能保证口感哦 啊 如果优拉对你们说了什么奇怪的话 别往心里去 其实她是个很善良的人 其实我刚刚就想问了 之前优拉去找蒙德城里的普通人说话 大家都很不待见她的样子 但是刚刚看她和安博 还有和你 好像关系又很好 唉 劳伦斯这个姓氏 对蒙德人来说 太沉重了 一旦背上了这个姓氏 大家就只能看得见劳伦斯 而看不见优拉了 那么 优拉无论想做什么 都是有罪的 无论做了什么 都是没有意义的 那为什么你对优拉有不同的看法呢 因为她在加入西风骑士团的时候 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很多人写了联名信 强烈要求骑士团撤回让她入团的决定 另一方面 劳伦斯家族也来了很多人 在骑士团总部门口闹事 要求优拉出面给一个说法 哇 两边都不讨好呢 是的 可以想象那时候 优拉究竟下了多大的决心 幸好大团长法尔加 还有骑士团其他人的态度足够坚决 才把这种矛盾压了下去 但也只是压到了暗处 并没有被解决 在普通民众眼里 她是骑士团的污点 在劳伦斯家里的人眼里 她是家门不幸 可她只是默默履行着骑士的责任 默默地帮助一个又一个的人 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觉得这样的人 是应该被理解与照顾的 至少也应该享受一点点公正的待遇吧 嗯 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事情结束之后 我们再去找优拉聊聊天吧 我感觉现在 我知道怎么和她打交道了 那就太好了 虽然嘴上不会承认 但她一定会很开心 慢走哦 欢迎再次光临 帐篷破破烂烂的 却有一把看起来很不错的椅子 这也是贵族的礼数之一吗 又是你们 唉 能不能不要来烦我 斗胆 有点意思 听到了一个很恰当的词 行吧 我也绝非心胸狭隘之人 此前的小小不悦 就既往不救了 你若想进言 我便姑且一听 哇 这高高在上的姿态 原来如此 同道众人 光辉 及存续至今的贵族荣光 你赤胆忠心 表现很不错 我的本意 就是对你自谦品格的试探 果然 你已经深安此道 原来是试探 这样说话也太麻烦了吧 嗯 礼数上是合格了 很难想象 这么短的时间 你们就有如此进步 如此文文明里的浅词造句 是从何处学来 不错不错 从会有加 和蒙德的贱民相比 实在是可造之才 假若是出自贵族血脉 则前途不可限量 对了 我们还有礼物 小小礼物 不成建议 还请收下 这个是 酱菜煎肉 嗯 果然不是装模作样 是真的下了功夫 哈哈 当今的年轻人 只要认真 还是能做到的嘛 正好 我很久都没吃 嗯 不 我的意思是 既然到了用餐时间 那我就不客气了 啊 好香 还是原来的味道 一点都没变 嗯 尤其是这果酸香 嗯 这就是贵族 才能理解的享受啊 搞得我都有点好奇他的味道了 好吧 我感受到你们的诚意了 如此诚恳 一定是有求而来吧 连这都知道了吗 这本来是我们家族的机密 嗯 好吧 看你李叔周全 想必是未来可期的人才 我愿意给你充分的信任 那么跟我来吧 我们现在正需要更多的帮手 见见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 他们将会伸出援手 帮助劳伦斯家族重现荣光 只是因为李叔周全 就完全相信我们了 好了好了 跟上来就什么都知道了 他说的 该不会就是愿重吧 如果被愚人中 站出来就麻烦了 有没有什么应急的办法 嗯 为什么要突然戴上面罩 对哦 就算他们实力强大 在蒙德这片土地上 我们的地位还是远高于他们 既然如此 的确不该那么容易 让他们瞻仰到你的真容 还好你反应够快 我还以为会露馅呢 那我们继续前进吧 我会给他们介绍 你是我的客人 等会儿你们就能见到了 我们有很多帮手 听说前段时间西风骑士团的人 把这里肃清了 不过在蒙德周边 也就这里比较隐蔽 空间也足够 虽然破破烂烂的 不符合贵族的品位 但只能忍耐一下了 不过 我们不能走快一点吗 当然不行 贵族随时都要保持优雅 毛毛躁躁 就太不成体统了 我会给你帮我 果然是愚连症 果然 因为因为总是能在城里见到他们嘛 感觉他们很有实力 外来的蛮足罢了 武力有余缺乏涵养 但作为交易对象 还算有利可图 等等 这个人是谁 我有必要告诉你吗 我带来的自然是客人 若是得罪了我们的客人 你可逃不掉劳伦斯家族的问责 但这件事是机密中的机密 谨慎一点没有坏处 贵族行事 岂容你在我面前指指点点 我不想废话 把路让开 至高气啊 不知道有什么本事 行行行 你们请进 你的面子还挺好用的 那是当然 这就是冥王的作用 要想当年 如果有人用这种口气 对贵族说话 那就是极度冒犯 贵族只需要一个眼神 就能决定他的生死 此等荣光 终将归于我手 这个人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请问 这位是 请不要随随便便把信不过的人带进来 这是我找来的新的盟友 我以劳伦斯的名字启示 你可以完全相信他 我们的计划是机密 不应当中途让外人参与 更何况 我听说了有一位加入了骑士团的外来者 最近在蒙德附近十分活跃 那不可能 这个人精通旧贵族的礼仪 所以我也要以尊重与信任回敬他 骑士团的人 对这种东西从来都是不屑一顾 绝对不可能掌握得这么好 还有这个家伙 我 我怎么了吗 行了 连我说的话你都不信任了吗 别忘了是谁在支援你们在蒙德的行动 要是少了劳伦斯家族的支持 你们早就被骑士团赶走了吧 你应该立刻向我被冒犯的朋友 呈上最诚挚的歉意 好好好 既然是你说的 我就不再追究什么了 直接切入正题吧 你许诺的蒙德陈方图 已经带来了吗 一上来就是这么劲爆的交易 啊 当然 就在这里 我看看 为什么这么丑啊 线条歪歪扭扭的 这方块和圆圈又是什么 你说什么 这是我花了好长的时间 才一点一点画下来的 那也不是什么方块和圆圈 是代表西风骑士的标记 唉 行吧 简陋了点 勉强能看懂 你能保证这些信息 全都可靠吧 那当然 放心好了 哎 你也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要让劳伦斯家族的旗帜 飘扬在骑士团总部的楼顶上 那栋楼的归属权 还有整个城市的直接管理权 都属于劳伦斯家族 嗯 双赢的交易 没必要讨价还价 我们会好好利用这份情报 对了 考虑到外交影响 请不要在任何场合暴露我们的身份 放心放心 这件事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还有我这位朋友知 不会再有别人了 到时候 我站在骑士团总部的楼顶 痛骂他们对蒙德的软弱统治 所有的市民 都要再度沉浮于劳伦斯的脚下 都回来了 全都回来了 唉 最后提醒一句 不要贸然行动 那就这样吧 那就这样吧 怎么了 突然 蒙德城西风骑士团荣誉骑士 和他最好的伙伴派盟 要粉碎你们的邪恶计划 你 你 你居然敢骗我 用我们引以为傲的礼貌与优雅 骗取我的信任 那是因为你太盲目相信这种东西了 计划了这么久 居然这样就败露了 你给我等着 哎 果然如此吗 一开始就不该相信这种蠢货贵族的 不过情报到手 我也不用浪费时间了 他们往不同的方向跑掉了 我记得里面是死路 那先打败愚人众 然后抓住舒伯特吧 小心着梁 小心着梁 自营 好高 嘿 这个如何 开锅了开锅了 老实点 门开了 我们快 真是急性子啊你 那个是 优兰 别碰我 闪开 我自己会走 看起来是赶上了 这里确实有很多愚人种 是你 调查已经有收获了 难道 这家伙的礼仪 全都是从你那里学的 你不是从来都不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吗 而且 家族有规矩 这些东西是不可以交给外人的 哦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来着 然后呢 好像也没有不能这么做的理由吧 你 你这是触犯了家里的大忌 害得我准备了好久的计划 都泡汤了 我知道叔父花了很大的力气 但你也知道 这是不该做的事 作为西风骑士 我没有理由视而不见 还西风骑士 搞清楚 我是你的叔父 你是劳伦斯家族的人 应该帮助家族重获荣光 你现在还有争取原谅的机会 把这里的西风骑士全都干掉 跟我一起走 那我就会在家里为你求情 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没听懂 你要西风骑士去干掉西风骑士 再重复一次 你才不是什么西风骑士 你是我们家族的墨益 你是留着劳伦斯家族之血的贵族 应该要顺应家族的意志 可是 从以前到现在 我什么时候顺应过家族的意志 你 你 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家伙 真要发脾气 生气的也应该是我才对 你明知你是劳伦斯家族的一员 还在搞这种威胁蒙特安全的事 你想过你给多少人添了麻烦吗 你又想过 为了平息这次的事 我要和多少人结仇吗 你在教训我 你居然敢教训我 是的 我再教训你叔父 以你最看重的劳伦斯家族之名 我没有经历过你所说的荣光的时代 也不理解家族对此狂热的追求 但我有能力判断是非对错 也深知自由对蒙德人的意义 劳伦斯家族不会 也不应该变成你心中的样子 家门不信 家门不信啊 家里怎么出来 你这么一个大逆不斗的怪物 看上去一副仙斯底里的样子 总是挂在嘴边的礼貌和优雅 完全不见了呢 不太明白你在吵什么 麻烦两位把他带走吧 我和荣誉骑士 接下来还有事要做 既然你们动手了 就说明已经掌握决定性的证据了吧 我偷偷看了一眼 你的叔父靠观察和绘画 把西风骑士的巡逻路线 还有其他好多信息 都标记出来了 原本觉得他只是个不务正业的长辈 没想到在这种事上 竟然这么执着 这个仇 我也记下了 剩下的话等会再说吧 我们要先把那张图纸抢回来 放在那里的 就是城防图吧 竟然追到的指导 这一战在所难免了 跟火 私营 是城防图纸抢回来 冻结吧 等我一起上 难敢挑衅愚人众 让他们有去无回 想逃吗 结霜 пов 尖冰 断绝身仇 求饶吧 结霜 就是这个 不过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趁这个机会 制作出备份 不过 如果没有叔父当他们的傀儡 就算攻打蒙德 也没有什么好处吧 愚人中应该不至于 一定要依靠你的叔父吧 的确 但如果不是想要靠扶持傀儡来接管蒙德 单纯只是进宫 就没必要绕这个弯子了 就算愚人中很不老实 也不至于现在就要对外开战 那样的话 他的对手可不止蒙德一个 总之 这层隐患我也会告诉代理团长 他会妥善处理的 对啊 你出现的时机也太强了吧 这个嘛 因为一开始你击败了我追踪的愚人中 抢了我的功劳 所以现在我就来报仇了 既然你抢了我的功劳 那我一定要抢回来 嘿嘿嘿 这么长时间下来 我终于能听懂你说话了 其实你只是隐约察觉到 我们这边可能会有事发生 担心我们又担心你的叔父 所以就带着小队过来看看 是吧 是报仇 不要曲解我的意思 哼 你这小家伙 看上去不太机灵 心机真的不少 这个仇 我记下了 看上去不太机灵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们两个 这次我们算是结下深仇大恨了 给我等着吧 就算你们化成了灰 我也绝对不会忘记你们 嗯 放马过来吧 哈哈哈哈 就是这个气势 那我就带上图纸回骑士团了 接下来的事都交给我处理就行 嗯 我们有机会再见了 当然会再见的 下次我们见面的时候 可不要让我失望了 如果雷暴一事 天灵凤行不能提供帮助 那可能会有很大的风险 不是我们不愿意出面 只是现在实在腾不出手来 还希望你们能理解 对啊 所以才要多讨论多商量嘛 嗨 托马 遇到什么事了吗 是你们啊 我们刚好聊到 你们给到妻留下的影响呢 你们好 之前很感谢你们 将钟小姐的信件送到我手上 啊 是两位的朋友啊 我是二少爷的小跟班 叫我一瓶就好了 嗯 三凤行以往的工作 都是为将军大人收集信息 并执行他指派的任务 但最近 将军大人宣布闭门休养 不会见任何人 换句话说 就没有人来为我们做决定了 将军大人需要安静下来整理心情 这我们都理解 但另一个情况是 几乎在同一时间 稻妻外海的雷暴紊乱了起来 没错 在漫长的时间里 雷暴的规模和形态从来没有变化 但现在 它好像有靠近稻妻岛屿的趋势 他现在的意志是要摧毁到期吗 还是要找我们报仇 对哦 仔细想想 要找我们报仇的话 用普通的落雷就好了 也很可怕呀 放心吧 我们担心的是将军大人 因为 我们从来没见过他的意志产生动摇 连想到黎月的神刚刚离开 我们都不觉得这是个好兆头 现在很多人认为 雷暴的紊乱 是因为将军大人的身体出了问题 不见任何人 也是担心影响会扩大 所以 在流言四起之前 我受小姐之托 来和天岭凤行商量对责 以免混乱出现的时候应对不及 但话是这么说 天岭凤行内部现在非常不安稳 九条家对其他家族 已经失去控制力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九条家由于成为了愚人众的帮凶 差点毁了道歧 现在都在听候将军大人的审判 谁都知道天岭凤行要换人了 只不过将军大人的命令 还没下来而已 简单来说 就是手下已经没人听话了 工作却还要照做 如果孝行老爷的身体还健康的话 说不定还有办法 可是现在 都怪我能力有限 当初没能提前查明真相 也未能阻止父亲 现在代替父亲做家主的工作 也无法平息内乱 别这么说啊 少爷 你要打起精神来 至少坚持到大少爷回来 现在九条家 可禁不住半点变故了 嗯 说得也是 大哥他现在也焦头烂额 不能给他添更多麻烦 那么 托马 刚刚的事我们改日再讨论吧 现在我要去见英思家的家主 英思晋 他是现在唯一有能力 主持大局的人了 嗯 去吧 早点处理好天岭凤行里面的事 对我们都有好处 那我也跟你去 二少爷 不用了 我一个人就行 嗯 那也好 二少爷 你路上小心 早点回来 其实 无论是雷暴 还是天岭凤行的事 都是因为将军 突然决定静养吧 这样下去 只怕会人心惶惶的 这种事你们能做到吗 不知道 但可以试试看 至于他愿不愿意出来 就要看他的心情了 听起来你们好像想到办法了 那我可以拜托你们吗 所有人都很担心将军大人 如果能见到他 一切谣言都会不攻自破 感激不尽 又欠你的人情了 闭关的情况下 有可能见到将军的人 只可能是他了吧 那么 出发 取名神大赦 没想到在休息的时候 迎来了神社的贵客 你是来探望我的吗 太冷淡了吧 好歹我也是你的救命恩人 就连两句寒暄都没有嘛 不过嘛 这也是你的魅力所在 那么说吧 有什么事呢 我们听说将军最近在闭门休养 然后到齐外海的雷暴就不安分起来了 传闻中雷暴和将军的意志有关 所以大家都在猜测 是不是将军最近的状态很不好 算了 既然是你们 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将军大人在那场战斗之后 心结难解 性情大变 将军大人的力量本就日渐衰落 你那时候又下手太重 落败 对他可是无比沉重的打击 再加上我去见他的时候 又恰好忘记了戴上三彩团子和青小说 我的舅友啊 因为没办法边吃甜点心边看小说 起得内心崩溃又哭又闹 我 我 好可怜哪 哪有会被这种时期的又哭又闹的神啊 这也不能都怪我 在我听来 你们所谓的担心 就和我的谎言一样 都是无稽之谈 那可是追求永恒的影 凡人的生命在他看来不过虚语 又怎么需要凡人担心他的安危呢 也就是说他没事对吧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 他说了要静养 我又没什么重要的事 没必要去自找没趣 雷暴这件事我也有所耳闻 但说他的意志发生了转变 并非没有可能 在将军敬仰的时候还能见到他的 在到期也只有我了 不过 我为什么要帮你这个忙呢 对见惯了金山银山 世事浮沉的我 又有什么能让我心动呢 我很喜欢你的答案 这是通行证明 交给看门的傲杰仲 他就会放你们进去 谢谢你 神子 虽然刚刚的问题是在开玩笑 但既然你回答了 就请不要只是说说而已 对了 通行证也要还给我 将军大人正在静养 不见任何人 我们要神子给我们的通行证明 开什么玩笑 公司大人从来不会把通行证 交给别人 即便你们是名声显赫的旅行者 正是因为将军大人 对八重公司的信任 才会允许这个通行证明的效力 等等 这个居然是真的 我明白了 那按照将军大人的意思 确实不应该阻拦 抱歉 请进吧 面见静养中的将军 请更加谨慎 不要做出任何冒犯的行为 你们是如何闯进来的 擅闯此地者 应立刻抹出 等下 是我们啊 为什么又是一副 看到敌人的样子 我们应该已经和好了吧 进来的手段也非常正当 不行 使用武力是被静止的事项 总之 回去吧 休要干扰我的休养 不必知晓 这就是我追求静养时的状态 呃 你有没有感觉怪怪的 此生并不需求休息 但我终归是内在的协助者 静养既是他的意志 那么随他所愿 我懂了 静养原来是里面的影在干涉 可是 为什么呢 将军就算在外面行动 应该也打扰不到一心净土吧 他有个那么大的庭院 已经是最适合休养的环境了 随他所愿 此外无可奉告 不可 现在的我 即便外出也无事可做 不愿意处理事物 亦是因为无法处理任何事物 啊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都是被静止的事项 别再让我说话了 怎么办 感觉对话进行不下去 原来是你们 许久不见 将军现在有诸多不变之处 直接进来见我吧 吓死我了 不要这么突然就把我们拉进来啊 又不是第一次了 有什么好慌张的 外面的将军是不是坏掉了呀 你要不要找个时间修理一下 不用担心 那是我本人所为 将军的很多功能都被我暂时禁用了 现在的将军不能处理事物 也不能作为我出现 于是就干脆宣布闭门静养了 我说过 有关道气的永恒 我需要再好好想想 思考需要时间 但将军仍然在运行原来的规则 在我想清楚之前 不能容许将军继续犯错 将军没有像开关一样的东西吗 没有 创造的时候就没考虑要关闭 而且正好相反 当时的我已经考虑到了未来的我 可能会修改将军的运行规则 这也是不利于永恒的 所以 将军对于法则的修改 有非常完备的防御机制 这也是应对突发情况的保险 对我来说 在我想清永恒的形态之前 暂时禁用某些功能 比直接修改人偶的法则更加有效 那我大概明白了 到七外海的雷暴紊乱 也是因为将军的某些功能被停掉了吧 雷暴紊乱 这我是第一次听说 事情是这样的 你们说的雷暴 原来如此 不愧是很棘手的状况吧 操作失误了 这种是难免的 之后我调整一下将军就好 别这么看着我 这种操作我以前也没做过 将军的构造是很复杂的 只要调整就难免出问题 对 我可不是找借口 事实就是如此 没关系 不用在意了 能解决就好 还是老样子 虽然看到了前进的方向 但矛盾依旧存在 不过 也不用太着急 若是不够认真谨慎 只是为了得出结论而得出结论 那就本末倒置了 大家只要见到将军还健康 外面的猜测和谣言 就都会不攻自破的 而你如果换个地方 换个心情 也可能会有新的思路 是让我 离开一心净土吗 对我来说 这并非必要之事 但有你的邀请 换个心情可能也不做 那好吧 出去转一转好了 既然是转换心情 你们称呼我为影就好 我不喜欢太死板的称呼 不过现在在我们眼前的 是影的意识对吧 意识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吗 这个我自有办法 我可不会主动将自己囚禁起来 好的 那我就不担心了 接下来我们就是你的导游 导游 那是什么 就是帮你介绍现在的稻妻 告诉你什么好吃 什么好玩的人 好了好了 出发吧 空气中 有令人怀念的味道 脚下 也有坚实的触感 说是初来转换心情 要去什么地方比较好呢 先去城里最热闹的地方吧 这里是现在的市集 和记忆中的模样相距甚远啊 街道上的店面 以及经商的人 嗯 当然 也不是当初的样子了 将军大人 为什么将军大人会来这里 将军大人不是病了吗 怎么突然 看来 好像把这里的人吓到了 毕竟是将军大人突然出现 大家肯定会慌张啦 巡视街道 是天灵奉行的工作 将军需要处理的信息 和下达的指令很多 不会有时间清理轻微 将军也是不用休息的 自然也没必要打发时间 或者放松精神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要不要先离开 等会再回来 低调一点 为什么 我又不是来找麻烦的 自在一点就好 担心的是这里的普通人 算了 没关系 很像是你的想法 现在市民们的交易 应该仍然在使用摩拉吧 嗯 这个和以前一样 还是很闪亮 很让人着迷 等等 你不会也没有摩拉吧 当然没有了 在一心净土中 没有交易的 你为什么要说 也 大家好像很守规矩的样子 我没看出来你说的热闹 在将军大人面前怎么热闹得起来嘛 这里的摊位是在卖什么 好像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将军大人 失礼了 没关系 不用多礼 今天我是来转换心情 随便看看而已 能为我介绍一下你卖的东西吗 当然没问题 我这里贩卖各种各样的小吃 有章鱼丸 团子 还有牛奶什么的 牛奶 感觉有点奇怪 你说的奇怪 其实是我这里的特色 因为城里有很多历史悠久的店铺 我不管卖什么都没法和他们竞争 所以我的做法就是创造一些新的组合 让顾客有新鲜的体验 比如我最近开发出来的 就是这个团子牛奶 团子被做成了很粘稠的状态 和牛奶混合得很好 主打的不只是味道 还有新奇的口感 团子加上牛奶 闻所未闻 为什么会想到要这样做 抱歉 将军大人 我并不是对永恒有什么意见 说了不必多礼 也不用这么心惊胆战的 我想要的永恒 岂是会被团子和牛奶撼动之物 怎么感觉和传闻中的将军大人不太一样 其实我也是偶然想到的 朋友有次招待客人的时候 团子做了太多 因为吃不完就送了我一些 但对我来说那个数量太多了 那个时候我家的牛奶也卖得不好 团子和牛奶都不能酒放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我就把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了 没想到比例合适的情况下 还意外地好喝 出于巧合 挺有趣的 可以给我来一杯吗 将军大人感兴趣吗 好的 当然可以 你们也来一杯吧 甜甜的 好喝 还有类似点心的口感 喝起来很新奇 是啊 明明是在喝饮料 却又像是在吃什么似的 像是粥 但显然不能画等号 不管怎么样 我喜欢 多谢将军大人肯定 这么好喝的团子牛奶 应该卖得很好吧 这个 不瞒您说 销量很普通 卖得不好吗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不愿意尝试 觉得这种搭配很奇怪 虽然尝过的人评价都还不错 我并不是在说将军大人的品味奇怪 还请不要怪罪 这个简单 让射凤行的人买上几百杯 挨家挨户去送好了 不不不 将军大人 这太夸张了 很夸张吗 只是想让他们试试看 没有喝过团子牛奶 太遗憾了 这 呀 算了 不要了吧 也没有痴迷到这种程度 啊 天平果然能让人心情放松 和一个人名思苦想相比 快活多了 对了 神子曾和我提过 他建了一间八重堂 卖什么 清小说 他总是和我炫耀 可我没什么概念 正好有这个机会 能带我去看看吗 好呀 去见识见识吧 将军大人 将军大人 七零八重堂 呃 请问 是有什么指示吗 没什么 不用紧张 只是来看看而已 抱歉 没太能理解 请问 是管理方面 还是出版规范 还是说 消防问题呢 将军就只是想看看书了 将军大人想要看 清小说 对啊 有什么推荐的好书吗 八重堂的小说 主要面向普通人 内容千奇百怪 可能很多都不服将军大人的口味 长心而已 千篇一律 那才是没趣味 放心吧 只要是用文字所写的故事 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 呃 呃 虽然道理是这样 没关系 就算有不理解的东西 我们也会给将军解释的 呃 好吧 呃 那请各位一部那边的书家 上面都是最近的热销书 其中也有 这本小说真厉害的获奖作品 是刚刚才整理成册开始贩卖的 呃 不用太认真 就当看个乐子吧 好的 那我们走吧 嗯 怎么会这样 是我轻敌了吗 明明这些书的名字都认识 为什么连在一起就变得读不懂了 比如 转生成为秋秋人 只要吃日落果就可以一直变强 好长啊 秋秋人真的可以靠吃日落果就变强吗 至少也该是吃肉吧 这个是这本书的设定了 设定 设定要用来做什么 缺少了真实感 写出来的故事还会可信吗 另外 秋秋人应该没有写故事的能力吧 是作者在记录秋秋人的生活吗 我明白为什么黑田说将军会费解了 这样吧 我们两个先帮你选一下 挑出比较容易理解的小说 再讲给你听吧 好吧 我自认为我读过不少书 但读起这样的故事 我甚至都不知道应该关注什么 但我还是很期待的 感觉 这很像神子的风格 一定很有趣 那就交给我们吧 你稍等一下哦 感觉是个比较困难的工作 总之都先看看吧 好着急啊 虽然只是草草的看了一下 但这个女孩子从小就很喜欢男主角 把一切都奉献出来了 对哦 毕竟还是小说 嗯 希望作者是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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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节是挺吸引人的 但语能够理解这种 凡人之间的恋爱吗 怪不得黑田会害怕 原来还有这种题材啊 我觉得还是不要把这个故事讲给影厅 不然作者可能会被追究责任的 如果有人变成了派盟 还做了很多派盟根本就不会做的事 我会觉得很不自在 我会觉得很不自在 唯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看完了 想办法讲给影听好了 看你们的表情 应该读到了不错的故事吧 如今黎月的人心 原来这么复杂吗 相较之下 主角虽然一直不愿正视自身的天赋 却是位不可多得的正义之事 他现在在哪里 有来到期的打算吗 我想让凤行众把他请来 和我打一场 那是虚构的角色 现实中不存在啦 更该关注的是反派吧 你对那些反派的作为没什么感想吗 反派 那些愚蠢的人对吧 都是坏人 结果也就是罪有应得而已 看来影完全不关心配角呀 所以 影对八重堂的清小说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挑选的故事和你的口味吗 相比具体的内容 我从故事里感受到的是 时间在到期留下的痕迹 在我决定身居一性净土的时候 那时还没有什么八重堂 更没有像这样的故事存在 将军依我执意 尽全力打造永恒的国度 这个国度 本应没有任何变化 可现在 无论是实物还是故事 都已经很不相同了 我不认同你的说法 如果我们还在一心净土之中 我一定会像这样回答 但事实就在我的眼前 我并不能反驳现状 就是为了让你产生新的想法 才会邀请你出来看看呢 虽然和记忆中不一样了 但大家都热爱现在的生活 这种热爱总不会错吧 嗯 如你所说 我对一切改变都很谨慎 但我想追求永恒 也绝非要阻止人类变得越来越好 幸好有你们的邀请 我这一趟出来 可是收获颇丰呢 是因为你习惯了吧 对我来说 这趟出行相当有纪念价值 见识了很多 也想了很多 我再怎么褒奖 再怎么回味 都不为过吧 对哦 可以把此时此刻的你记录下来 很适合作为纪念 那摆姿势又是怎么一回事 就这样吧 挺自在的 好 那就开始吧 我们挑一个好的角度 为他记录吧 拍好了 你看 这就是刚刚为你拍出来的画片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对哦 你觉得将军算不算是你呢 那当然算 我从来都没有把刀期交给别人管理的意愿 那现在的你是什么呢 这么说的话 我也是我 这是无需质疑的 我的存在 我好像明白了 我就是我 仅有一个 但可能有无数种存在的形式 我以什么形式存在 其实并不重要 比如将军 就是我的某一种存在形式 他究竟是不是我 这个问题绝不会被他身上的某个灵件决定 这么说的话 这个画片也是你的一种存在形式啦 就连追求永恒的我 存在形式都在不断变化 那我怎么能要求到期 还有生活在到期的每个人 都保持不变呢 和你们这一路走下来 见识到的全是我认知之外的内容 让你们见识到我笨拙的一面了 你们可能感受不到 这些东西的确冲击了我的认知 如果用这些东西来定义 那如今的到期 已经与我的印象大相径庭了 但是 绝不能因此就说 现在的到期已经不是到期了吧 眼兽令 牵手白眼神像 这些都是为了催生永恒 但如果我离永恒真的越来越近的话 一切的故事都不会发生 啊 我是否将一切都抓得太紧了呢 看来影视想通了呢 那我觉得我们这一段导游做得非常有价值 二少爷 二少爷 咦 为什么下面那么吵 好像是一平 他怎么了 那是天理凤行的人吗 对 我们去问问看发生了什么吧 一平 发生什么事了吗 是你们 我 将 将军大人 您是要见九条连志少爷吗 抱歉 他现在还没有回来 如果方便的话 可以由小人代位传达吗 不必多礼 并不是专程来访 只是听到了你呼喊的声音 是的 不瞒你说 二少爷他去谈判迟迟没有回来 我很担心 他平时有在外面闲逛 不回来的习惯 可能只是在什么地方入迷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我特别不安 九条连志 听起来像是九条家的后人 是的 实在抱歉 由于家主身体抱恙 大少爷常年在外 现在九条家 是由九条连志少爷 作为九条家的名代 天灵凤行陷入混乱 这我也略有耳闻 这件事和九条连志有关吗 抱歉 抱歉将军大人 这也是九条家的失职 由于九条家名誉大损 势力衰微 将军您 天灵凤行后续的安排 将军您又并未给出决策 所以二少爷才前去商量 是否能请到殷司家主持大局 那应该是在凤行所谈吧 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找呢 不是的 这次会面的地点比较特殊 其实我也有点疑惑 但大人物的事 我也不敢多问 地点在 名神大社附近的山上 那里好像有 殷司家的特殊营地 殷司 也是熟悉的名字 这么多年 他们应该都在中心 辅佐九条吧 是的是的 就是因为这样 二少爷才会去谈判 可无论有多少事需要谈 这花费的时间也太多了 城里我都找了个遍 如果他还没回来的话 是啊 我也想到了这种可能 但以我的身份 可不能冒冒实实地 独闯赢私家 不用不用 应该只是我多心了 要是打扰了谈判 我反而没法交代 虽然我只是二少爷的小跟班 但其实我从小 就跟他一起长大 我只是 很怕他出事而已 我不如二少爷聪明伶俐 也没办法帮二少爷 分担太多压力 但我不想因为我的失职 而让二少爷遭遇危险 呃 将军大人怎么看 我们亲自走一趟吧 以我的身份 就算妨碍了谈判 应该也不会影响到你 而且 本就是我未能及时决策的缘故 应该由我来出面解决 感激不尽 感谢将军大人能出手相助 我也会再去其他地方找找看 那我现在就把那个营地的位置 为你们标记出来 希望一路顺利 哇 居然有这么隐蔽的地方 一般来说 没有理由在深山中 修建这样的建筑 我感觉到了不属于此地的气息 危险的气息 小心点前进吧 那位九条家的后人 可能已经受困其中 将军大人 将军大人怎么会 把这个地方的情况讲给我听 英思家的后人 哦 我们只是在讨论 最近发生在天岭风行里的一些琐事 并不值得将军大人费心 为此 专门选了这么隐蔽的地方 还找了一群流浪武士 和海乱鬼在外镇守 哦 那是因为最近颇为动荡 要考虑安全方面的问题 住口 九条家的后人 你来讲 好的 原本我也是抱着谈判的目的前来 结果他们想要的 只是九条家的认罪书而已 认罪书 对 陈述九条家 从眼兽令起 所犯下的诸条罪责 也包括了这段时间的各类失职 哼 都是根据事实在陈述 并无捏造虚构 确实没有 但认罪书里还多次强调英思家的功劳 提到了英思家临危不乱 试图力挽狂澜 但这些 就全是子虚乌有之事了 谁说的 你 你怎么能突然变脸 出尔反尔 我也是在陈述事实 将军大人自会明断 英思家的想法 不过就是想要树立正面的形象 谋求替代九条家 不然 为什么要在九条家的认罪书里 强调从不存在的功劳 还要用软禁的方式 逼迫我签下名字呢 你在说什么 谁软禁你了 这是谈判 这和刚刚谈的完全不一样 情况我大概知晓了 不要听这小子一派胡言 九条家之前犯了多大的错 将军大人应该知道 他们的话一句都不可信 你们的纠纷 我并无兴趣 但英思家的后人 你想要成为天领奉行 没错吧 这个 是的 为将军大人干脑涂地 这是每一位天领奉行中的永恒追求 那大可不必如此麻烦 毕竟任命天领奉行的是我 只要有人能在决斗中胜过我 他就是新的天领奉行 这 要和将军大人决斗 初代的天领奉行 就是用手中的刀剑证明了他的意志 才会有传承到现在的九条家 想要我认可一个新的名字 那么自然要重新经历我的考验 这 难道你不会剑术吗 还是说 因为年迈体弱失去了信心呢 口口声声要为我肝脑涂地 却不敢面对我的刀 也罢 你们呢 不管是英斯还是什么 只要有人能战胜我 他就是新的天领奉行 敢站出来的人 一个都没有吗 我 我想要挑战你 相军大人 九条家的后人 很遗憾 就算你赢了我 九条家所犯下的错误 也无法一笔勾销 不 我不觉得我有胜算 我也心知肚明 家主犯下那样的过错 九条家在天领奉行中的传承 理应结束了 在执行眼兽令的时候 我对父亲的想法 一直抱有怀疑 我也觉得我在做错误的事 但就是一直在怀疑 一直在反思 明明什么都明白 却没有任何行动 也没有拯救任何人 如今九条家败落的境遇 就是对我的惩罚吧 我不是什么都没有做到 而是什么都没有去做 残酷地说 你的力量 也做不到什么 是的 我的力量很弱小 父亲不听我的 兄长也帮不了我 有时候一平都能教训我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但是至少现在 在九条家的最后时光中 我是九条家的明代 吕行和父亲相同的职责 就像将军所说 我的祖先以刀剑 证明了自身的意志 那么 也请让我九条连志 以这样的方式来结束 这是我 最后能做些什么的机会了 明明没有意义 不过我接受了 上前来吧 九条家的荣耀 始于好胆 扬于赤城 超脱于生死 让我看看你的刀 能否承受这份重量吗 将军大人 请自教 请自教 你 这也是永恒中的变术吗 不过 那份荣耀 看来还残留于血脉之中 九条莲芝受了伤 应思家的后人 你们负责照顾好他 没有挑战的勇气 这种小事总会做得到吧 是的 对不起 实在抱歉 非常抱歉 如今的九条家难知大局 这件事我之前也听说了 本来寻找天岭奉行的继任者 的确是当务之急 但这番决斗之后 我认为可以暂缓 对九条家的处置 在这段时间里 应思家就依然像以前一样 为九条家提供帮助吧 全于将军大人指示 绝无二心 如果你们还觉得 可以如法炮制愚人众的策略 靠提供错误的信息 让我做出错误的判断 那我就会像今天这样再次出现 我的刀 也不会再留情 明白 感谢将军大人 将军大人英明 行了 其他的调查 我会让奥杰众负责的 你们也跟我走吧 去个安静的地方 我有话和你们说 赢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果然还是将军的感觉 特别威严呢 这样吗 我觉得我已经很会变通了 如果是将军的话 很有可能 会毫不留情地斩掉九条连枝 我觉得他做好这样的准备了 我从他的眼睛里能看出来 九条家从辉煌到没落 实在是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变化 九条连枝并不是什么优秀的继承者 但 他让我在巨大的变化中 看到了那些仍没有改变的东西 这也是多亏了你们 是在街道中闲逛 还有你们的画片 让我意识到这件事的 接下来九条家会怎么样呢 有可能继续当天灵凤行吗 那还是不行 就算是这位继承者有闪光点 也不能抹平之前所犯下的过错 但 多留一些时间吧 毕竟犯下错误的 也不只是他们 将军是不会错 也是不能错的 但作为影 我还是想要表达我的歉意 接下来的日子 需要思考的东西还有很多 不过至少 现在我能看清方向了 还是会交给将军去做吧 最威胁永恒的 始终还是时间带来的磨损 我说过将军有自我保护的机制 就是预想到了 我会因为时间而产生改变 但既然是已经想通的事 就算再困难 我也会去做 果然很值得纪念啊 这一段时光 是啊 天灵风行的事解决了 城里的人也见到了健康的将军 不好的猜想都会自然而然的消失 你要是很喜欢出来玩 下次我们再来邀请你 不必了 这并非我生活的一部分 而且 不要说得我很需要陪伴似的 好了 那么 我准备回去了 闭门静养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不会太久 有些小事 就交给你们这些人类处理吧 那就下次再见 虽然发生了很多意料之外的事 但最后好像格外顺利啊 最后 就只剩下把通行证还给八重神子了 神子 我们回来了 一路上很顺利 哦 那可要和我好好讲讲你们的故事了 太有意思了 堂堂的将军大人 进城逛街的时候 就像个从乡下来的土妹子一样 没能亲眼目睹 真是可惜了 没事了 他不会介意的 肯定不会介意 不过 听你们说 他好像隐约触及到了 永恒该有的样子 那就是最重要的收获了 说实话 借给你们通行证明的时候 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进展 嗯 他好像不会再强求 一切都静止下来了 说好听点 这叫神明的一厢情愿 说难听点 即便是尘世期执政 在面对更强大的存在时 也有做不到的事 你猜吧 总之听你们讲下来 这一路上都挺愉快的吧 你们应该也见识到 尹 他不那么刻板的一面了 以后还要见他的时候 再来找我借通行证吧 他虽然嘴上不会说 但其实还是挺容易寂寞的 哎 但他说了他不需要陪伴 因为他是神啊 神不是不需要陪伴 而是陪伴太奢侈了 但你不属于此事之人 说不定是很好的选择呢 你不需要陪伴太奢侈了 你不需要陪伴太奢侈了 你不需要陪伴太奢侈了